今年的中秋节到了 洛杉矶这边也很热闹 虽然下了一场雨 但是还没有挡住大家过中秋的热情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尔湾 今年仍然是有中秋节的活动 但是外面下着雨 这里的人没有往年的多 但是还是很热闹 你看这个孩子正在这里写字 这些居民自发的组织了 各种各样的台子 然后让孩子玩 或者是传授一些中秋节的知识 你看这后面还有人写的毛笔字 都挂起来了 非常的漂亮 广场上的人们都打着伞 然后广场里面的舞台上 正在表演着各种节目 这里不光有华人 也有其他的国家 共同庆祝中秋节的人们 这个展台是咱们中国的展台 你看这毛笔字写的多带劲 给大家写扇子呢 另外呢 这里还有一些人 给孩子讲解月饼是怎么做的 用橡皮泥代替面 另外呢 你看这是孩子们画的画 都发挥了自己的想象 描绘出了心中的这个中秋 是什么样子 在现场呢 还有很多西方人 大家呢 对这个中秋都还是挺有兴趣的 另外呢 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准备表演 咱们再看这个哥们 把他家的贡品的这个台子 都搬出来了 一边给大家展示呢 一边自己在那吃呢 哦 这里也挺好玩的 这里是做灯笼 提供了这种免费的纸 孩子们都在这里做灯笼 然后贴上自己的名字 都摆在旁边 这个还是挺漂亮的 室外呢 还有人在煮什么饺子呀 做各种吃的 忙活的热火朝天 中秋节呢 大家都想家 也祝福漂泊在外的人们 事事顺利 身体健康 感谢您的观看